今天是mini嘗試沖這兩款手沖咖啡 兩款都是日本空運過來的 旗玉縣紅谷市 你特別留意到 他故意畫了一幅畫 來代表它 一會兒喝的時候 看看這幅畫是否真的可以 代表那兩種咖啡 一種是在危地馬拉 另一種是在肯瓦 你看到空運 顧名師爺 9月21日才控陪 很厲害 今天是10月3日 既到你 就差不多 最佳時間享用 聞起來有些酒香 很厲害 這款有點像 肉醬意粉味 或者是茄膏味 很搞笑 不知是否因為這樣去畫 一些很顏色的蔬菜 顏色 這邊的箱是煎小腸 同樣也是 切十字 煎起來的時候 就會變成八爪魚 或者四爪魚 有些紅酒味 有些茄膏味 有些茄膏味 兩種就這樣目測 又不覺得太大的分別 是馬拉細一點 就白一點 這款就啡一點 試試哪一種更好吃 還有試試它們喝起來 是否真是紅酒和茄膏 差不多 就是香腸花盛放 你看到 Mini 通常 煎開的咖啡 就是三十秒 然後下第二次水 這個要等一分鐘 很搞笑 雖然是淺陪 但是因為新鮮 所以有些包位 先做這個 像燒夜食一樣 淋上碟之前 就加少許蜜糖 再煎一下 更加香噴噴燒烤的感覺 像日本料理 做的那些 版燒 廣島燒 就這樣用煎完香腸的鑊 然後加少許油 就這樣打兩隻蛋 再放下去 再放下去 然後再加少少鹽 胡椒 然後再做破 這樣吃 一來 就發脾方便 二來 就可以吃到 蛋香 燃得金黃色 那種感覺 同時 如果你不攪得這麼勁 上面的那一層, 仍然是滑一滑 而且可以吃到一些蛋白 這個好像茄膏一樣, 狠牙咖啡 大功告成, 蛋想要開心一點 可以加入一些青粉 又或者有紫菜 有芝麻等的味粉 隨意灑下去 烘雞灘的法式多士 法爪魚腸仔, 煎蛋 還有咖啡的味道 不要看後面的, 現在又要玩Buying Test 試試哪一種打哪一種 我又用了這杯, 先試這杯 其實我先看剛才的影片 就猜到哪一種打哪一種 因為兩個杯有少許不同, 不過免得 嗯, 沖完出來就沒有剛才聞到豆豆那樣香 這個喝起來很熟 很熟 很熟 很熟的, 有一陣 清甜 但放下去, 其實又有一陣果的酸味 雖然不強 再放下去的話, 可能會有一陣 兩種半味 好, 試試另一種 這種比較香 很明顯是, 甜得來又酸一點 你說它是否像紅酒呢, 喝起來也不太像 蝦子 這隻是維地馬拉 這隻是肯牙 是嗎? 好, 猜中了, 感謝主 這個喝起來, 其實是很淡的那種 茄味 而這個呢, 就 就是, 像紅酒 紅酒和葡萄籽中間 變成, 就不會有這麼強的濃郁味 但是呢, 那種甜味呢 我個人會覺得, 比紅酒強 當然啦, 你們都會說, 你知道鐵嗎 紅酒你不會喝, 什麼事 這是另一回事, 我在喝咖啡 還有, 它的 description 都有介紹, 它是酒和葡萄 這個呢, 又真的 說它是這個 茄醬 所以我們呢 鍛鍊了 年幾 work from home lock down 沒什麼做 只是在不停 我做白老鼠 這樣, 就測試 那些的咖啡, 終於展現到 功力出來 輸不兇了, 練金晶火眼 我就練, 看看 一條舌頭, 看看 味淚, 感覺到什麼什麼 平常我們喝的那些呢 就是京都的 今次呢, 是這個 東京附近的棋育園 我自己也覺得有不同的 京都那個呢, 是比較喜歡的 就是這個很明顯 這個很溫柔 是很溫柔的 很溫柔的 嗯 如果你用這個 紅級, 可能更加聽到 它是不同的 它京都的感覺是很溫柔 很明顯 當然, 日本有兩種人 京都人和日本人 它很溫柔 很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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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單是 外國人笑它淡 也很溫柔 它自己也很溫柔 很溫柔 之前我們喝的 是在 這個 是小桃 是在 是在 金澤 金澤在哪裡 金澤在石川縣 即是在哪裡 我怎麼回答你 在... 在哪裡 在滋賀縣 即是我們去琵琶湖的東北面 即是在關西那邊 你不可以當那裡是關西或者關東 金澤那裡我其實沒有什麼時候喝過 所以我聽不到 因為那個月我醋底 所以我喝得很少 6月那裡 是 是 之後呢 就是金澤 之後呢 是 嗯 香腸 四爪魚 嗯 這個皮皮很脆 就這樣用原本的香腸 我之前買了一包 一包是十條 每天煎兩條 還有一包是一包 所以 你會看到我 拍攝 相片 就拍攝 我喜歡吃光 然後再吃一包 還有一包 可以享受幾次 好 先吃一包蛋 上面是閃亮亮的 下面會燒到焦焦的 不是焦焦的 都會影響到雞蛋的味道 和口感 怎樣做都好, 我都覺得是好吃的 我現在讀書了 兩個星期後開始考試 那時候就要戒吃雞蛋 但不是的 我現在下兩隻雞蛋 我們吃一條香腸可不可以一百 真的沒有關係 不讀書一樣會肥老 讀書是否會不肥老呢? 就算是抗食食物 應該也沒有關係